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军上将 背后人称为和平将军的张志忠 吴小冬是张志忠张志忠 自文版 安徽朝现任 1916年 他从保定陆军军官 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成功毕业 之后他离开家乡 独自外出开始大拼 因为保定同学们的关系 张志忠在滇军 贵军等军队中都担任过职务 长期奔走在岳 冥 穿三行之间 有了一定的带兵作战的阅历 但就是一直得不到赏识 1924年 孙中山在广州改祖国民党 张志忠被孙中山先生的三民思想极为拥护 从他之后的境遇可以看出 他的一生都在为三民主义而奋斗 这一年 张志忠被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看状 邀请到黄埔军校 担任军校入伍 升总队代理总队长 张志忠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春天 在军校里 张志忠积极参与各种军事训练会议 总能为会议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江建石对他很是喜欢 在北华军第一次东征的时候 张志忠担任东征军上校参谋 战场上的他 沉着临静 针对敌方的行动 采取了有效的战斗方式 东征军胜利之后 张志忠立了大功 蒋介石由此对他更加信任 先后委任他为参谋长 航空局局长 军事处处长等八项职务 张志忠一人身兼八职 蒋介石对他可以说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治愈之恩 值得一提的是 在军校期间 张志忠与周恩来等中共党员的关系都非常要好 当时的周恩来是黄埔一期的政治部主任 他们两个经常谈谈人生 聊聊敌想 一来二去 两个人就熟了 据说 在大革命时期 张志忠还一度想加入中共 但是碍于他国民党高级身份的原因 一直都没有成功 或许张志忠自己都没有想到 他与周恩来结下的友谊 竟持续了半辈子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 蒋介石逐渐露出了本来面目 开始对共产党人开始了疯狂的逮捕于屠杀 眼看着国共两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张志忠不止一次向蒋介石提出 要把三民主义作为两党的指导方针 两党应该加紧缓解 不应该斗争 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对他的建议不以为然 搁置不理 蒋介石与张志忠两党合作最终破裂 张志忠的精神负担越来越重 长期受中军报国思想影响的他 明知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 但因为蒋介石重用提拔了他 他不忍心背叛蒋介石 他曾说过 我可以劝谏蒋介石 但我不能反他 我是坚决主张连共 但是我不愿意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来反蒋介石 因为张志忠在国民党内不争不强 埋头做事 没有野心 让蒋介石用起来分外的安心 而且各种事情交给他办 都能处 立得党 安排合理 张志忠颇得老蒋的欢心 918之后 蒋介石在自己的身边特设了一个办事机构 张志忠就担任了第一办事处主任 主管军事机要大事 同时为了信守不过共产党开一枪一炮的承诺 张志忠默默担任着文职工作 不参与搅供的斗争 张志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总能站在蒋介石的角度 特别会说话 大事话小 在与蒋的共事中 他也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处理方法 当他把蒋介石说高兴了 蒋介石就会默不作声 这时他只需要再文件上千个月字 这事就完美解决 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军心等问题 他也敢于向蒋介石说出自己的看法 并且提出自己的建议 可见 他对蒋介石并非愚种 可以说张志忠是蒋介石身边有名的建臣 蒋介石对张志忠也是呵护有加 在孙护会战时 尽管张志忠拼尽全力 但还是没有守住阵地 张志忠感觉自己有罪 像蒋介石提出辞城 蒋介石没有批 就算是文西大伙给长沙百姓 带来了如此深重灾难 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志忠也没有受到惩罚 只是给了他一个留职查看的处分 可见蒋介石对他的信任 后来 张志忠因为在政治上的坚持 也因为与共产党的关系 此次上书蒋介石 与蒋介石发生过激烈争吵 这也让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满南事变之后 张志忠上书蒋介石认为应该联合抗日 一致对外 与共产党也应该积极谈判 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 蒋介石看完之后 大骂 简直就是叛徒 后来愤愤不平的蒋介石直接 将将张志忠的陈述扔进垃圾桶 抗战胜利之后 营造和平与发展的局面 成为时代的主题 张志忠立足于国共两党的利益 劝说蒋介石以大局为重 蒋介石听了之后 既不打一处来 火冒三丈还反问张志忠 自己是不是在跟共产党人进行对话 1948年5月 已经断定蒋介石必败的张志忠 为了自己的治愈之恩 第三次张志忠向蒋介石上书 希望蒋介石早做考虑 与共产党和平谈判 避免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蒋介石当即表示了 对这份书信的重视程度 但是基本上没有了下文 最后一次是1949年 北平和平谈判期间 张志忠上书蒋介石 希望他接受和平协定 尽快结束战争 但蒋介石一条道走到黑 直接忽略了他的上书 第二天国共两党继续开战 张志忠为蒋介石 为国民党所做的一切努力 最终都化作了泡影 和平协定被蒋介石拒绝之后 张志忠心灰意朗 他本来想去西北地区 但是因为周恩来的挽留 他选择了留在北平 当时周恩来动情地说 西安事变 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张姓将领了 这一次不能再对不起你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在1949年看到了张志忠发表的退时局的声明 蒋介石时时不时发出声声叹息 他说 别人背叛我悠悠可说 文白竟然如此 可见张志忠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 蒋介石对张志忠的背叛一直耿耿于怀 而且后来张志忠还以共产党的立场给在台湾的蒋介石写了封劝详信 蒋介石看完之后置之不理 口中一直把张志忠称为革命叛徒 张志忠在新中国担任了重要职务 继续在他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为新疆的和平解放 做出了巨大贡献 后来在文革中 因为周恩来的保护 张志忠幸免于难 但是经受文革打击的他 长期闷闷不乐 不赖说话 1969年 79岁的张志忠一遇而终 作为他的旧友 周恩来总理向这位老人的遗体做了最后的告别 他牵着张志忠的手 看着曾经的智友就这样离自己而去 一向冷静睿智的周恩来总理 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悲伤 张志忠的秘书曾这样评价他 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 他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和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 另方面又与蒋介石血肉难分 在政治上既有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实践 又无法摆脱国民党的桎 这个评价可谓是相当重看 他的一生始终摆脱不掉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同时他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在政治上的信仰三民主义 他注定要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 他的一生也只能在无尽的矛盾与权衡当中度过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们下期再见